因为一锅慢波鱼头汤没有鱼头入锅 有民众怒给了一心复评 这是花莲有一间台式海鲜餐厅 在26号有一组客人 他们点了一道慢波鱼头汤 结果在这个汤里面并没有发现到鱼头 随即是在店家的网路评论区上头 留下了一心插评 对此店家赶紧出面喊冤 他们跟说这个当下其实是有跟对方来解释的 其实一颗慢波鱼头重达是有十几公斤 这个体积几乎是跟一张桌子一样大 所以烹调的方式会把这个鱼头切成丁杖来方便烹住 不可能直接上桌 而店家现在为了要避免其他的客人会出现相同的疑问 已经将慢波鱼头汤的烹调方式清楚地写在菜单上面 就是希望客人能够浪解